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关于世界岁月如说 时间来到了我们杨历七月的流月总论 这个七月离我们下一个历寸也就不到半年了 今年想过得多滋润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多努力 而且要努力在对的地方 世界的疫情大抵上也过去了大半 大灾之后更需要我们发愤图强争取更好的人生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在这个杨历七月 我们将会在七月七日节气交接到了节气小鼠 鼠架的鼠不是鼠条的鼠 柳月甘之也会从丙武夜交接到了丁卫月 也就是所谓的弘阳月 而在七月第二个节气就是七月二十三日的大鼠 知天时然后谋地利方能成人和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天时也就是节气的意义 而我们第一个节气就是杨历七月七日的小鼠 在小鼠这一天太阳直射了黄金一百零五度 这个时候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了新这个宫位 这个所谓的方位其实在我们的武术里面 很多人以为只有平面空间 东南西北而已 但实际上学着稍微深了一点的时候 就会知道我们是可以利用三维的空间的 而在这个节气小鼠古文中有记载 右月鼠热也 旧热之中分为大小 月粗为小月中为大 金泽热气由小也 也就是说这个小鼠是北半球炎热的开始 而在南半球当然就是刚好相反的 大自然要开始演奏起了寒冬的旭曲了 而在这个节气小鼠的三后分别是第一后温风制 也就是节气交接小鼠的第一个五天 风里面都带来了温热的暑气 第二个就是蟋蟀居臂 也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天 昆虫在这个时候活跃性就比较大了一点了 当然在过去的农业时代 蝗灾就是蝗虫的灾害 也会在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发生 而且会开始大量的蔓延 第三后叫做阴乃学习 在小鼠的第三个五天 这个时候除鹰 也就是正在长大的小老鹰 要开始跟大老鹰来学习捕猎了 这也代表着阳刃杀伐之气的力量 就开始茁壮了 这里老师要特别说一下 在夏天的时候有所谓的三伏天 这个所谓的三伏天 分别为初伏中伏跟末伏 统称为三伏 这三伏意思就是一年最热的三天 而这三天是人体养生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所谓冬并夏至 需要的就是透过三伏天 来为冬天做好准备 而所谓的三伏天 它是不是跟端午一样 是固定的农历的日期呢 当然是不一样的 它是在节气夏至后的第一个更日 也就是当天流日天干为更的日子 是为初伏 就第一个三伏天的伏 下一个更日呢 就是中伏 再下一个更日的时候呢 就是末伏 为什么要以更日的日干为主呢 因为我们所要接收的是太阳的力量 那农历接收是月亮的力量 所以我们是以天干更为主 而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 分别是什么时候呢 分别是阳历的7月16 还有7月26 以及8月15日 都是阳历哦 这三个日子 就是我们的三伏天 要好好的记录下来 而在这个三伏天 我们要做什么呢 各位可以前往合格的中医诊所 请中医师开给我们所谓的三伏贴 记得一定要找合格的中医师 来诊疗后开例 而所谓的三伏贴 是利用外敷的中药贴布 在我们特定的穴道位置上 贴上了对应的中药财 连续贴个几年 然后大概3到5年吧 就可以有效的缓解 然后在冬天会发生的气喘 或是你的体质上的过敏 或是身体的虚寒 手脚冰冷 一些比较虚的体质的一些毛病 所以要好好的利用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夏季的天气是比较炎热 人体的血液循环也是比较苍旺的 体内的阳气在三伏天的时候 也是最强盛的 这个时候皮肤的毛孔张开也会比较大 就比较有利于外敷的药物去渗透 来去除我们体内的邪气 所以选择戴三伏贴 治疗体质等等的相关毛病 是比较合适的时间 当然老师还是要说 记得要找合格的中医师 来针对体质做不同的诊疗建议 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 不要自己买中药材 自己来去贴 这是不行的 而第二个节气 就是在7月23日的大鼠 大鼠顾名思义就是鼠气最旺盛的意思 有一句鼠叶叫做小鼠不算热 大鼠三伏天 意思就是大鼠的热气是比较旺盛的 要注意老师刚刚讲到的 今年的初伏是7月16 中伏是7月26 所以中伏天是在大鼠的期间之内 而在大鼠当天 太阳位于黄金的120度 这个时候北斗七星的斗饼指向位这个公位 而在节气大鼠的三后 分别是第一后浮草为捐 意思就是大鼠节气开始的第一个五天 萤火虫或者是马鹿这些喜欢温湿气候的生物 就会比较连开始出现了 第二后就做土润入属 意思就是第二个的五天 土地内的湿气会因为热气的增腾 会不断的散发出来 第三后叫做大雨实行 意思就是第三个五天 在土地蒸发出大量的水气之后 又会迎来了大雨 来消解一下这个炙热的一个暑气 好看完了节气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流月预测 看看过去展望未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预测杨历五月的流月总论 有哪一些应验有哪些的偏差呢 我们在杨历四月预测杨历五月的时候 预测到了疫情并不会减弱 但是死亡率也不会大幅的增加 以实际上来看 世界上最严重的疫区之一台湾 死亡率也是维持在一百多人的上下 并没有增加的太多 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所以在疫情方面预测是比较正确的 在乌俄之战方面 我们预测亚洲比较和谐 欧洲的主战场也如预测般 控制在一定的区域 并且进入了主权归属的地方 也是乌东的争议 开始大家开始慢慢觉得 俄罗斯你大概不会离开乌东了吧 当然伤亡也大幅减少 这个部分也是属于预测正确的方向 在经济方面 我们预测在阳历五月的时候 经济会恢复稳定 在实际上除了上海封城 跟台湾疫情扩散比较大之外 基本上各国的经济 都是来比四月来说更加的畅旺 虽然各地的通膨压力仍然是高涨的 但是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没有继续的往上破表 所以如我们预测般 经济也是稳定的 在金融方面 我们预测会有黑天鹅的事件 所以区间震荡会很大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金融股市 也在五月份的时候 上冲下行剧烈的震荡 但是又回归到了基础上下的水平 没有过高的成长 也没有跌破底线 都在区间之内大幅的震荡 只要没有去搞 老师建议的你不要去搞一些当冲 基本上你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一点我们也是预测正确的 所以整合来说 我们在杨历四月的时候 预测了杨历五月的流月总论 老师又一次侥幸的达到准确度75%以上 看来老师运气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杨历七月的部分 在杨历七月我们的流月甘之丁卫 这个月的祖星分别为 月德天玺国印这三大祖星来组长 而复星有所谓的死伏小浩黄帆 板安因杀着五颗复星 在旁边虎视眈眈 而在疫情方面 在杨历七月受到了月德星的造福 原则上新冠或是猴豆等疫情 都会比较受到控制 但是问题是本宫内的复星死伏小浩 联合了外部遥远的病复星 遥相呼应 所以各类的疾病可能会出现了变种 甚至破防蔓延的状况会产生 但是各位也不要太担心 虽然会出现变种跟扩散 但是远方的太阳星搭配了本宫的国印星 所以原则上各地的政府 都会采取比较有策略性的围堵措施 让疫病即使变异或者是扩散了 也能做好灾难的管控 不至于再次形成了重大瘟疫的灾害 而在世界局势方面 本宫的国印星的力量 配合了天以贵人与福德 这两个遥远星宿的力量 在这个月各国都会抛下争端 各自之一 全力修复各国的经济 以及针对就业率 以及通货膨胀 做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以挽回因为乌俄之战 所导致的各国内政与外交的失衡部分 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这么预期 乌俄之战基本上在7月 对世界而言 它的重要性以及危险的程度 都已经降至地方性的战乱 并非像我们一开始看到的 由英美主导 所要形成的天下大乱的局面 各国都降低了对乌克兰的关注度 纷纷的转头 只顾自己国家内的区域经济 而年代到的乌克兰 也会逐渐缺乏国际上的关爱眼神 更难以获得更加多的资金或者是武器 所以基本上也只能往妥协去迈进 虽然他也受到板安心的力量影响 可能泽伦斯基他会想来个狗鸡跳墙 打几场反攻之战 但是毕竟他失去了各国无底线的援助之后 泽伦斯基也可能预政乏力 这场战争大概率都是走向尾声了 而在经济方面 这个月受到了天洗配合外部的陆勋 整体来说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整体的经济都是往正面的去发展 各国收缩了对外的影响的力量 全力整治各国的内政会提出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以求在年底的圣诞节或是新年假期的时候 可以有亮眼的经济数据来作为2022年的收关之战 所以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的经济 很多事情我们要多想一点 多做一点 多准备一些 正所谓老师一直讲到的因果巨石 我们现在做的 无论好或者是坏 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定的收获 至于收获的是喜乐或者是苦果 那就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了 而在激动方面 受到复兴阴沙结合了外部的天空与年沙与结沙 这三沙星 所反映出来的是 虽然经济大致上都 预期的发展良好 但是政府或大型企业 会借着这看似一片大好的前景 来做一定程度的利空消息 来综合掉这些负面的力量 例如放出上一期 我们得到的经济发展 不如预期或是利率可能会大幅调高 或是降低 或是通膨的数据 超出了预期等等的消息 让市场如今宫之鸟 产生单日或是三日之内 大幅跌升或是飙涨的可能性会产生 而这样的事情通常会发生 在预定我们某些事情要推出的前几天 就会在市场上疯传出来 被放出空气来了 导致盘面大变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依据 我们上个月的建议策略 进行了投资上的追损 或是止损的设定 这样赚钱的时候 我们可以赚的大赚一笔 但是赔的时候 可以变成有限度的赔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这些涨跌的力量 都会集中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发挥 所以在这个月 一定要密集注意市场的信息 赚钱 我们发现他大赚的时候 你不要想一路赚上去 赚到三峰之顶 那就不要太贪心了 我们能够赚到三腰里上 我们就安排出场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反转的迹象 所以千万不要被贪婪 或者是懒散 反正都会涨 我们就放着 这就要懒散 蒙蔽了你的双眼 否则原本有大量的获利 到最后都变成了过路的财神 经过了 注资账也有了 但是最后最终不能入账 那不是很可惜吗 好 以上就是我们在阳历七月的世界流月总论 老师还是要说 我们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以上 无论你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是寒冬还是延鼠 年底都会在半年内到来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将收获什么呢 把握时间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 看完了天使 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人和 也就是十二生肖在阳历七月的运势解析 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小铃铛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